2023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今天呢在北京顺义新国展正式开幕 今年大会期间首次开通了首都机场T3航站楼 至顺义新国展主会场的自动驾驶接口服务 那今年有哪些新的看点和亮点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进入到这个主展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汽车的出行产品 既有老牌汽车企业带来的新产品 也有新锐企业带来的新产品 最吸睛的莫要鼠这款飞行汽车了 它的机身总重量呢可以达到680千克 搭载量呢可以达到160公斤 也就是两个人的重量 续航里程是25分钟 它的外观呢整体上非常像一个超级版的无人机啊 外观也非常具有科技感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一个飞行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集合了导航听歌脚费 有多种功能的出行服务 检测到油量低的时候就会推出这样一个弹性提醒 它自动把你转到下一个 是的 在堵车的时候 就会有推荐一个智能歌单 去帮助我们舒坏心情 然后也可以一键的发起 像全民黑歌 就可以实现唱听的一个及时的转换 目前呢 顺义区呢 已经形成了以研发设计为引领 以整车以及核心零部件制造为基础 以汽车金融 汽车销售 展示体验 共享出行 无人驾驶等液态 为延伸的产生态 截至到2022年的年底 顺义区呢 累计生产整车 已经达到了1277万辆 累计贡献产值呢 超过1.3万亿元